我们这一节都要先集中讲讲教育股 都是今天的焦点 看上去板面都很大受影响 看到跌幅都相当显著 都想跟身边两位谈谈 今早昨晚出的学前教育新规 看到在美国上市中概股 已经受到打击 金棠集中主要是投资 针对幼儿业务 即幼儿教育 透过研禁公司 透过融资的手段 去投资幼儿园的业务 这些牟利资产 亦希望可以压制过高收费等等的行为 今日你看到教育股的表现 都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Karsa 香港上的教育股 其实没有什么搞幼儿园 没错 跌单是否有些无辜 你不可以说无辜 凡是一个所谓的教育 一涉及牟利 其实中央那边就绝对不会放软手脚 不打击这些行为 因为你如果看回之前来说 都已经做了一些相关的动作 只不过那时候来说 主要都是针对一些 比如说大学 本科 甚至是一些中学的教育 主要那时候来说 都是说了一个重点 就是不允许透过上市 而控制一些内地的机构 教育机构 你去赚大钱 当然 你看回内地开始是注重教育 无论说中学或者大学都好 最重要是你拿到一个入场券 可能日后来说 在仕途各方面 会更加顺利 而其实内地在过去这十年里面 有少少一个叫做扭曲性的变化 就是说你要进入好的大学的话 就必须有一家好的中学 入到一家好的中学 就必须有一家好的小学 那你要进入小学的话 自然也有一家好的 就是叫做幼儿的学院 所以现在看回内地那边来说 很多一些相关的一些机构来说 都打着一个很明显的旗号 就是要做一个好的幼儿教育 然后就可以一直平铺 清云上去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的做法 就会是令到中央那方面 相信就是说 那个的谋取暴力这件事 反而是一个重点 他们在做着 所以这件事 我相信现在来说要做的 当然就不是说 只是针对某一个的部分 而是说全个的教育系统的问题 的确的 接二年三 因为除了今次针对幼儿教育 其实前几个月 你看到一些教育跌下去的时候 受过消息 政策层面影响 就是说不让他们做一些 并够一些非谋利的办公团 似乎中央的确是 针对整个板块 整个行业去做整顿 现在是 一定会是的 我也同意 卡尘的说法 始终中央都会觉得 教育应该都是属于一个 非谋利的 因为你作育英才的时候 就没理由跟那个钱 那个金钱的味道 就是贯勾得那么紧要的 还有其实我们都会去留意到 就去年开始 教育股已经是被手追捧了 去到今年六月的时候 其实那个触发下跌的那个点 就会是美国那里有一间中资的公司 这间很未来 就被人说是做假数 相对上就开始就影响了 在香港上市的中资的股份 因为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会不会就已经的股价 就炒到偏离了它的价值 再加上之后 那个国策方面就会提到 其实一些的非谋利的拼购的时候 就不能够在一个回计帐目那里入账 所以就变成了股值 又要去重新作为一个调整 事实上今次来说 虽然就做一个学前的教育 但是我们都会明白 这些教育的机构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它都想希望将份额扩大 变成了有机会做一个一条龙的服务 所以变成了 就算你今天只是学前的教育 也好 其实市场都会想到 等于这些公司的财路就会断了 所以就立刻在股价上反映了出来 好了断财路 你看到有些政策出了 版面上都属于跌得比较多的股份 断了一条财路 那就要跌这么多 还是未跌足财路 现在钱很重要 那就扮学更加 是的 的确 现在来说 整个叫做财路断了的话 你对于他们的日后整体的盈利预测 甚至是我们给一个很高增长 而带出一个高PE的估值 亦都要重新向下修订 现在来说 整个叫做 整个由这个叫做幼儿教育 一直到大专那边来说 都是有一个整顿 所以整个的影响性 我相信 就是说 不会单单一天两天的调整 是可以完全反映过来的 所以就这样看回我相信股价 跌回去日前的低位 再穿买 都不出奇的 投资者 如果你看这个整个板块来说 现在这个时间 就是走进去拼搏的话 始终是似一个叫做火中取率 就不是一个很合适的做法 整个叫做政策改变了 很多时候股价跌 不会一天两天反映过来的 这个玩法就比较淡一点 大家可以看 但是看过大市 今天还可以的 当然 你见到大市昨天升了之后 今天回到来 都要回回一点 大概现在就跌了百多点左右 主要看好自外围 主要针对着就是中美贸易的气氛 好像缓和了一点 中方方面又有些书面的回应出来了 就叫做解决了一点 还有大家真的在等着月尾 习特会看看是否有成果出来 暂时你见到恒指还在26,000这些水平上增持 刚才聂长说了很多外围的因素 你都分析了 贸易战是否有这么大影响 或者26,000这些水平 你知了 究竟会面气氛是好还是坏 每一天的解读都可以不同 会不会消化一下 又觉得有点犹疑呢 其实如果你看到 市场犹疑了一段时间 10月30日低位24540那些 升上来这一阵 每一次去到50天线 都不能升上去 其实已经在反映着 大家对于整个习特会 出到一个正面的信息 都是抱着一个审慎态度 我又不觉得是怀疑的 但问题是 第一 大家都会知道 在一次会面里面 其实是谈不到什么 就算谈到一些事情 只是一个方向 所有的细节都要有 旗下下属的去进行 所以我想暂时市场 对于这个习特会 抱着一个憧憬的态度 但同时也不敢太过进取 因为始终未知会谈到什么 出来之外 可能到时来说 他们不做任何公布 都不出奇 所以都会看回 投资者在现在这些时间来说 整体都会维持在一个 希望有好消息 但是未有好消息前 继续看着市前 都是二万六的水平上 暂时走不开这个区间 其实正常会是的 因为观望气氛比较浓厚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留意到 大市的成交金额 最近的九个交易日 其实都低过一千亿 对比月头的时候 就是超过一千亿 明显地有一个分别在 还有其实中国来说 近期出的数据 也都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隐约看到 如果这个贸易战是谈不成的时候 再配合中国内需可能有一个放缓的迹象 整体加起来的时候 可能都会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所以在基本因素这么弱的情况之下 现在投资者的取向都会倾向 每逢市场有反弹的时候 倾向沽压方面相对比较大一些 所以其实我也会同意 在50天线仍然是有一个受制 说一说一说 看到行资又跌多了 一度都会挨近200点的跌幅 但是内地还可以的 昨天你看到内地都可以了 今天你看到内地暂时 都可以靠均 相对来说是否A股会比我们港股定点 A股无形之手 有只手在说 控制好一点 始终来说 你看上次上次的上升指数 跌到2449的位置之后 弹上来那一阵 做到一浪高与一浪高的形态 顶是未破的 但是起码是大家的信心恢复过来 而且也看回彭博数据看到 过去两个星期来说 其实进来的资金 经这个互股通 进去内地买A股的资金来说 是近年的一个新高 这个数字似乎是反映着 A股的整体表现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反而多了钱进去 但是港股来说 你也可以这么看 很多的投资者基本上 就是做一个很短线 一两天的操作 所以每每当升上去 一遇阻力的话 原本买了货的投资 就立刻鸡飞狗走 所以跌下来又会跌得比较急 暂时看着 如果你用回现在去到年底的时候 我也相信指数 不会穿得回到 譬如说24100这个水平以下 也就是说 升不破五十天线 最近的五十天线是向下走着的 所以每一天的五十天线 比起前一两天的五十天线 是更要低 其实看到在短线里面 可以升的空间 是相对低的 即薄率不高的投资者 就是真的做一个很短线的投机 港股我们欠一只手 没办法 另外今天数据上 我们等下香港这篇也有数据公布 今天就会出第三季的GDP 虽然第三季的GDP 大家现在预期 应该按季来计算 应该可以由跌转回升 但如果你说按年计的增长幅度 仍然会放慢了 始终中美贸易那样 大家都仍在观望着 刚才我们也说到 还有些不明朗在 的确你看到不同的 例如美方的代表 无论是贸易代表 还是商务部的方面 出来说 都不是很大的转弯余地 大家都仍在看发展会是怎样 而这个时候 你看到德意志 都一口气下调了 好几只航运股 港口股这些目标价 对于港口股的看法 尤其是审慎 是不是暂时 就算去到习特会完了 其实基本上这个板块 都很难再在短线内投资下去 其实都会是 一方面除了要留意中美贸易谈判的进程之外 另外需要留意人民币的走向 事实上如果撇开贸易战来说 因为美汇始终都是走强的状况 当然这两天稍微回落一些 但是我们明显地就会留意得到 中国的金融政策 都是倾向一些货币宽松的政策 但是美国其实已经在收紧 已经在一个加息的步伐那里 变了其实就算今年年底的时候 人民币就不破七都好 其实持续地美国加息 接下来破七的机会就会相当高 变了以人民币计价比较敏感的股份 比如刚才说的航运股 其实影响方面就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在中线来说 可能都仍会是弱一段的日子 但例如航运股或港口股 都是在一些比较低的位置 受着这些消息拖累 你看到他们一直都是跌的 一直都没有说有什么起息 但他们都是没什么起息的 积虐了一段那么长的时间 是不是还未反映那些比较利淡的因素 还是大家都未看到 所以其实反映不到在股价上 可以去看现在来说 究竟中美贸易的关系 是完全倒退 还是还有计划 我想如果你看到 在11月底的时候 G20高峰会 出来来说没有任何公布 没有任何跟进的话 我相信整个航运板块 未来就一定是四岁一次 因为始终会看回 整个出口 在未来的一年 相信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其实会是越来越差的 整体的货值可能不会跌很多 但问题就是投资者 始终都是觉得 这个不明朗因素仍然存在 所以整个的板块 无论是一个集装商货运 甚至港口的营运方面 都会有一个挺大的压力 至于油那方面 真正正如果油价 在现在的水平 是维持到一个相对低的水位 反而就是说会有机会 就是中国自己本身 会透过在海外买多了油 是做一个战略上的储备用途 可能油的运输方面 反而影响会相对低 但始终整个板块积极弱 投资者愿意给出来的 所谓的市盈率的倍数 都是一直减减的 所以整个航运股 似乎是真的没有运行的 很淡 今早我们说好几个板块 都比较弱一点 的确市亦是弱了下来的